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你们好 又到原来中医的时间 是啊 上一次我们听了李博士讲过 药膳、汤水的有没有酒店煲汤水 有 有 煲了一次 煲了一次多 太忙了 太忙了 我会努力些 是啊 你有没有根据李博士讲过 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东西去煲汤喝 不对症下药 也有是吧 首先我们先去了湿 先去了湿 别人也不湿 有了千气的问题 上次李博士说下天又不湿 今集我们也请到周医师 周医师先几集也来说气功 今次我们请周医师来说说 养生保健 为何请周医师来说养生保健 因为之前他说的气功 其实与养生保健是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次请周医师来说 养生保健的题目好像很阔 其实我们先问问 何谓叫做养生保健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养生和保健是圆出一切 不过养生是一种观念和概念 而保健是一种实质的行动 两方面的结合才能达到效果 有养生的概念和观念 有养生的知识 要付诸行动 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为了保健 有养生才有健康 有些人会认为 我知道这家吃什么 但也不做 是这样的情况 是 没错 古代有一本叫素女经 是 素女经已注述了养生的智慧 古代古人彭祖 经常向当时的民众 甚至皇帝都向他们问道 如何养生 如何吃食物 甚至如何练习功 调理身体 原来有很多人查询彭祖 相传彭祖是善养生的 善养生有八百岁寿命 这么厉害吗 古代古书记载是八百岁寿命 有没有根据 有没有根据 历史是这样写的 历史是这样写的 对不对 也有很多真人 有很多修炼家 我们其实在明山大村里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修道者 其实原来都过八岁 二百岁寿命 所以其实不是不可能 养生得当 保健有法的话 寿命自然能够延年益寿 基本上其实在研究科学来说 其实现在说明了一件事 很真确的就是 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细胞 正确的寿命 最起码是175岁 哦 是的 根据细胞学的分析 那个细胞生存代者 那个根生年份 那个代数来算 应该去到175岁 一般人为何做不到这个效果呢 主要是因为他的养生不当 保健无方 所以说 养生和保健 结合来说 是很重要的 在中医来说 这个叫做 也都是叫做 将所有的问题 即是 激倒于文芽 即是未出现的时候 你只要将它激倒去 是的 你未出现病变的时候 你就要出现 需要去预防 如果预防等病来了才可以去医 那便不是叫做养生 那是属于治病的范畴 自病 不是属于养生 是的 那要延年忌受必须要养生 而不是去治病 是的 当然有病要医病 是 但是 说你要令到身体的机能强壮 旺盛 你一定要做好养生保健 治病病也是这个概念 中医其实很提倡 就是防患于美炎 治病病 是的 所以养生 其实在中医的概念里面 是显得很重要的 即是 虽然中医本身是帮人医病 是的 但是我们是很提倡的 就是养生预防医学 当然因为我们刚才你说到 以前很多人的练丹 很多练丹術都是想延年益寿 没错 但是那些丹製出来 有些是走火入魔 其实丹製出来不是走火入魔 是那时候他们用很多矿石类来练丹 这种叫外丹術 外丹術是很多的方士 道士 去因应当时一些有钱人的需要 通常有钱人就想长生不老 是 尤其是皇帝 当时最出名的 秦始皇 问先的人就是秦始皇 是的 当然其他有钱人都陆续在那尋先 是 但是最出名的 最有名望的应该是秦始皇 他派了三千和男同女 去逢来先山 去採摘凌约 去帮他求先丹 採摘凌约 就变成现在日本 日本国 原来其实 很多很久之前 已经有这个炼丹的开始 炼丹 炼丹那时候其实都可以 令到很多人的机能 就是强壮 所以其实也是盛行了一段时间 后来为什么会衰落呢 甚至出现了一种致命的后果 就是因为他们追求更高境界 是 因为吃了之后身体强壮了 他还未够过瘾 不够瘾 还要够过瘾 还要过瘾 可能身体强壮了 机能强盛了 甚至皮肤又好了 或者是寿命可能长长了 但觉得不够长 只要再长一点 那便会强壮了 他要用一些最劲的药 最劲的药 最后练到那些丹 其实是用了很多水银 或者是圆 他希望令到细胞停止退化 所以他当时就用了一些 就是走偏了 而出现了一些 用了一些毒药 而令到链丹术 后期开始没落 但是链丹术本身 这个概念是对的 就是服食丹药 这个概念 到现时为止 都还在承行着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说保健 保健其实都是在吃一些丹药 一些好的东西 保健品 其实都是属于丹药类的 但是不可以走得这么偏激 对对对对 但是不同的年纪 就有不同的保养 当然 还有有什么特别需要 去养生保健呢 其实就是说 每一个年龄段 每个人都需要养生保健 越早养生 就寿命越长 越迟养生 就越难养生 那就是什么年纪 就会吃不同的东西 对对 例如是年轻的中年 就已经不同的保健 分量会不同 譬如说 当然 小孩和成年人的用量都不同 或者年纪大了老人家 老人家用的药 和成年人可能不可以一样 小孩用的药又不可以一样 好像女士那样 你要养生的 可能月经期间用的药又不同 可能不同的身体疾病的时候 用的药又不可以一样 因应性别 因应年龄 因应身体健康状况 以用药养生 当然 以养生的科学来说 其实是很博大精深的 它不是单纯 就是这么简单 用年龄来分段 也有分季节段 季节 体质 体质 也有分的 四氏 五氏 也有分 用药不同 当然 养生这种 自古都有 不单止是有钱人需要 平民八星其实都懂得养生 很多人煮汤 民间都已经懂得加一些药材 到现在 很多人 尤其是广东人 都特别 喜欢煮一些药材汤 这些都是养生的一个民间智慧 因为食物都是一种方法 食物都是一种养生的智慧 例如 他可能不够血 他就懂得用红棗 洗水喝 是 他可能觉得心情不好 就用玫瑰花洗水喝 这是民间智慧 不够气 他会懂得用淮山 挡心煮汤喝 这些民间智慧 都是养生的 其中一个方面的 是学问 明白 周医师 我们之前记者有提及食疗 药线 其实目的都是上场仇 其实养生保健 大体来说 有没有什么要分类 或者没有的 有没有分开不同的方法 因为我知道食疗 运动 竹肉 拍手掌 都是 推拉 按摩器工 都是养生保健的方法 可否更加介绍一点点 以刚才的分类来说 我们可以 刚才是属于大类 我们先从大类入手 我们先逐一讲一讲 食疗方面 其实就是 比如我们煮菜炒菜 煲汤 或者是你平时的食物 我们混什么吃 或者应该吃什么 不应该吃什么 这些都是属于食疗的一部分 比如说你煮汤 混什么药材 适应你的身体状况 适应季节 这属于食疗 比如说你吃完饭之后 可能要吃点水果 或者是吃点糖水 糖水也有考究 可能加些什么 你下去会吃得好一点 比如说你 想多长头发生 黑一点 可能你用河手污 加些黑芝麻 加些糖水喝 这个都是养生的智慧 很简单 但是是一个养生智慧 是 这个水食疗的部分 比如说运动 运动也有分 在养生有效果 运动也不是那么简单 因应年纪的大小 比如说你年轻一点 可以做一些激烈一点 激烈一点 可以打球 跑步 游泳 也可以 但是年纪大了 就不可以了 年纪大了 就要做一些缓慢 令到对心血管 刺激性比较低一些的活动 即是可以气功 气功 撒泰 然后有些老人家 撒泰 泰激 这些都是一些 年纪大了的养生方法 当然不是年纪大才适合 练气功 为什么这么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 二十多岁 十多岁 已经有糖尿病 胆功常高 这些人其实 都不适宜做泰激利的运动 因为他本身的血管质素不好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 有这些胆功常问题 你知道饮食很丰富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而且 现在吃东西不是因为肚饿而吃 而是因为口感而吃 口感不爽 或者想吃得开心 就继续吃 继续吃 越吃越多之后 其实已经是年轻化 这种病已经年轻化 所以其实在我自己来说 并不鼓励现在年轻人 做泰激利的运动 因为突然很容易出现心脏病 有些打球 突然暴斃 而且有些是警察 身体已经很好 突然打篮球 停止了心脏 暈倒了 这样暴斃 平时身体也很好 你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 突然间那股血管失去 便会暴斃 所以在现在这个年代 虽然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健康 但是普遍九成以上的心血管 都是不健康的 所以不适宜做太剧烈的运动 现在不单止是饮食的问题 很多时候 城市人 捱食的机会频率很高 你休息得不够 如果你做太剧烈的运动 对身体也造成很大的创伤 而且这个创伤可能不能够还回 是突然间出现一个 捉死或者暴斃 所以平时由年轻开始 其实都适宜循跌进 由轻微的运动 甚至你可以做太剧烈动 去练习的 循序渐进是比较缓和 适合你的心血管健康的一个锻炼 慢慢慢慢增加它的力度 或者是量 数量 由开始的时候 可能15分钟半个小时 慢慢慢慢加到一个小时 就是将强度加大 是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锻炼运动的方法 而且适合现代人 我们原来运动也有连时代的特色 是吗 时代的特色 不是 原来古人的运动量是可以大很多的 因为他们的心血管比我们健康 是现代人的心血管是比较差的 是脆弱一点的 所以我们是不懂得做那么剧烈的运动 令到我们书筋活乐 行气活血 这个本身也是养生的部分 它也可以透过触底的反射区 或者是那个药肉 就是一些药纹 吸收 在皮肤吸收身体 也都可以改善到我们内臓的机能 令到我们身体 就是虚质 保之 实质 捨捨之 这种概念 即是条理之下 能够条理得当的话 就符合了我们养生保健的很好的效果 就是按摩 目浴方面都是这样的原理 当然 中药方面的 劏药的条理 针灸的条理 更加直接 更加明显 是针对性更加强一点 当然 这方面 这方面的养生 就是需要找中医的一个帮助 是 所以我们 这个我就不方便在这里教 因为教了都暂时用不到 暂时 当然用不到 是的 但气功方面 我们稍后可能会 可以讲一讲 就是透过不同的经络 不同的内藏运作 运动 来做一个养生的效果 因为我知道早前周医师 有个气功峰会 是的 上次有的时候 是的 是的 那里有很多人去 还有很多人都觉得很刺激 很刺激 很多人在练功时出现了很多神奇的现象 因为他太多正气聚集了 聚集了 还有很多人来听的人身体都 健康了 没那么健康 他来之前没那么健康 对 走完之后 走完之后就健康了 你真是看到他来的时候 面色敷宽的 是的 走完之后 那个面 红光很明亮 那个红光很明亮 而且过了一点很厉害 来的时候也摸起了面 是的 真的练完之后 哦 好好 面色很好 走完之后 周先生也想问 刚才你说完触目 有个拍手 是这样的 家民在公园里拍声 是这样的就叫拍手吗 拍手是一个养生的 一个好好的锻炼 为什么拍手好呢 拍手可以在手里有很多的经浪和月位 当拍手很大力拍经浪的时候 他会有针灸的效果 刺激我们手上的月位 所以月位是一个反射区 手里有很多身体的反射区 所以你不理会他生不出来 拍下去什么都会拍准了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 是的 那跟以前皇帝那时候 两个锻炼 两个锻炼 锻炼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令到手上的月道 刺激到 也是同样的原理 是 持着两个锻炼在运动的时候 都是令到手部有个活动 血液循环 即是 本身的锻炼 它在运动的时候 都会压到一些鱼位 都会有刺激鱼位的效果 也都是 比如说五只手指的活动 其实都可以令到 脑部的细胞活发一点 是 防止老人痴癌 防止退化 我知道有些人 特别买一些扁石在那里刮 是的 周医师那样好像有得买 也有得买的 扁石梳 梳头 其实那些原理都是梳在头上 令到你的血液循环 都挺贵的 刺激到愚位 买少见少 买少见少 地球上的资源是越来越少 你想刮都刮不到 原来不可以同一粒石 不可以同一粒石 扁石是一个很有用的粒石 可以吸着磁场 令你放射出来 本身它带有能量磁场 所以当你用扁石去疏你的身体的时候 或者戴在手上的链 它都可以刺激你的虚气循环 自己的鱼位 是的 例如早前在我们的头几集 有些小孩有自闭症 有些人用扁石去按摩他的四层冲 背部的肌肉 就是这样做到这样的效果 是的 是的 推拿有没有用呢 推拿也有用 但是要找人来推 你自己就很难推 自己很难推 但是譬如拍打手部就很容易 本身手部有很多鱼位 是身体不同内藏的反射区 所以拍打的时候 对身体的内藏也有很大的帮助 嗯 稍后周医师会说 用气功教教我们几套东西 没错 气功我们教教不同的内藏 不同的阴阳五行的条理 嗯 不过在上半场议员之前 我们有些时间 我知道周医师 其实我们养生保健 其实都是按着四季不同的时间 没错 没错 你先说一下春夏 对 春夏秋冬 我们四时 我们中医有分不同的阴阳五行 春夏秋冬 我们是属木的 是 主江气的 主江气的 我们以行江经为主的阳神 是 如果是夏天 我们是属火的 是属心经的 是 心经的 好的 秋天我们是属金的 属金是属肺经的 所以我们以肺经的治疗为主 嗯 而冬天我们是属水的 主神经的 所以就以神的条理为主 嗯 所以 但是呢 刚才我们中医 其实里面也有分 虽然有四时 但是呢 原来呢 很多时候我们将夏天 是分割 再分割 哦 好像长夏 有长夏 有初夏 是的 然后分割成六个节气 嗯 分割成六个节气 你 譬如说 我们现在观察 你会发现 其实春天 没有三个月那么长 是的 很多时候是两个月就完结了 是的 但是夏天又很长 是的 是 可以分割南方又热一点 北方又宁愿一点 都是春天会短一点 是的 基本上都是春天短一点 夏天很长 是的 现在的天气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是说 自古中原地带 到我们中国地方 其实普遍都是这样的分野 是的 将夏天再分为初夏 盛夏和长夏 嗯 而结合了十二经里面的运行 是 每两个月 主两条 即是主两条经 但是主一个状腑 是的 那么譬如说我们 初夏其实主皮 是煮皮肚的 是的 而那个盛夏是煮深火的 嗯 而 而长夏呢 其实是煮三焦火的 嗯 所以就分 将夏天分割成三节之后 其实刚刚是六个节气的 哦 每两个月一个节气 刚刚很符合到十二正经的运行的 嗯 就是说根据那个经乐的旋行 我们的养生感辉 反而就更加贴切 没错 是的 那么六个状腑 嗯 就结合了 每一个状腑其实都有阴阳两经 嗯 是的 变成了六个状腑之下 我们有十二条经乐 嗯 那么普通的观众 可能都未必知道 到时可能只要看我们的日历了 是吧 对 那个时候就是长下 长下短下 其实很容易分的 就是农历新年计起的 哦 农历新年计起 头两个月就一定是春的 嗯 每两个月有一个节气 是的 很容易计的 那两个节气就要用救力那里计的 救力计起 是的 正月 正月开始计 正月开始计 嗯 而看农历来计的 我们不是用新历计的 是的 各位观众知道怎样计计就可以了 嗯 我们跟着呢 我这些还有一些时间 我都想慢慢做意思 特别刚才 春夏秋冬那样 我知道上一次 阿里博士来的时候都说了 春天好像特别多感冒啊 这些病的 对 会不会是关于中医有时的理论 就是说 今季的病可能上一季大陆来的 嗯 例如说 冬天我们吃了很多瘟热的东西 瘟烧的东西 人里面已经有很多瘟热的东西 接着春天来的时候 哇 慢慢向荣一些 要推出来 是 所以这些热的东西 又不会推出来皮肤 又生了一些疮痕啊 又是疯疹啊 那些人呢 春天又不戒口啊 又吃一些酸辣的东西 什么酸辣是修炼 又按下去又咬又发烧 什么情况呢 很多时候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就是春天又病不一定 不单止是冬天大陆来的 应该是 说呢 夏天秋天啊 他都没有条理好 再积累 因为积累下来越积累越多 是是是是 所以有时会潜伏了在内在 有些就是热啊 或者是湿啊 或者是火啊 困住了在里面 那去到春天的时候呢 因为秋冬呢 它是属于修炼期 是是是是 就算是夏天有的问题 可能刚刚到秋天的时候 是修炼了的 是 就困在里面 按下去春天 就是秋天啊 冬天的时候困得很深的 到春天的时候就发出来的 就刚刚好 因为春属于新发的时期 是 所有东西都是属于 欣欣向明的时间 所有东西就在这个时候 就一次过爆发 发出来的 是的 所以就说 它不一定是冬天出现的 是是是 可能在夏天困了在秋天的时候困住在里面 困到冬天 困了几季的 应该是 好 好 稍后回来我们 是的 我们问了周医师 四季之后呢 我们讲一下 12条经纳 如何行 如何养生保健 等待周医师 教教我们一些 气功调节 那12经纳 让人健康一点 好 好 好 向你诚意推荐 I Read I Read 是什么你 I 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 公共出版服务 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网民等等 将他们的书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发生电子书 使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 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 read 各位观众 又回到下半部的原来中医的时间 上半部我们崔老师说得很厉害 说了不同季节如何养生 养生的来源 周医师又告诉我们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不过看情况 又拍掌帮你拍剧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经常听到人说 睡觉也好 对肝脏也好 其实这些都是养生 我们知道中医来说 十二个时辰里面 主持了不同的状怒 这个特别是观众有兴趣 想听一听 究竟哪个时候 走哪条经 做什么 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养生 对不对 我们说 由早上开始 早上是十二点 指时开始 指时即是凌晨的十二时 对 就已经开始阳神 对 十二点开始阳神 对 应该是十一点到一点 一点钟是指时的 十一点到一点 对 我们经常说 夜睡了 霜干 是 周医师 何时才开始行干经 凌晨至凌晨 那时是否真的对干要 影响得很大 要休息 其实是指时开始行干经 指时是凌晨 在半夜的时候 和第二天交界的时候 是 我们为之指时 就是十一点到一点这段时间 是指时效应 指时的时候 我们通常不是由零点开始 是 中国有些不同 有些少不同 我们是由十一点计器 和西方的时间也有些不同 是 所以那个时间有些少分别 是 而十一点 所以中医很多时候 叫我们 就是教一般的病人 或者是市民 老百姓 都是说 十一点前要睡觉 是 是 就算不是的 十一点一打下床 就要睡着了 睡着了 是 因为十一点很重要 十一点到一点这段时间 如果肛休息不好 就是一整晚 你都会 那是 挪挪乱 挪挪乱 气血 运行得不好 光是所有经络的起点 如果是 一般 如果休息得好的话 整晚都会睡得好 而且休息得很好 而且可能你不需要 睡那么长时间 已经是精神很足 是 但是很多人 通常十一点才坐下床 就是点一下点一下 就已经过了 过了 是 因为可能点一个钟 才睡着 或者点两个钟 才睡着 已经过了 但是 更多的人 可能十二点之后 才睡到床 是 再点一下点一下 指示一早就过了 是 所以 光阴升得不好 很多人 其实都有光火 啊 光阴虚啊 都是因为 指示的时候 都休息得不好 因为我知道 其实我们中医的时间 有分表里 肝胆肝 正式来说 11点就开始行肝经 接着 1点至3点就行肝经 其实我看过的资料 就是说 其实11点开始行肝经 的时候 胆汁回流到肝 那里 养肝血 让它舒服很多 会会会会会 因为那些胆汁 它进入肝座 其实是 帮肝 一些储存 运化 也会好一点的 是 也都养血好一点的 是 那么 那个休息 各方面也都会好一点 就是你肝 顺一点 舒服一点 是 休息也是好一点的 是 肝胆相照 是肝胆相照 肝胆相照 肝和肝 是一个 相乎相义的关系 相乎相义 所以那些古人叫我们早点睡觉 其实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 他不知道怎样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早睡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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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周医师就告诉你 是 因为 11点钟 胆汁开始回流 回流 回流 1点至3点走肝经 一定要休息 如果真的睡不到 那怎么办 真的睡不到 真的睡不到 闭目养神 闭目养神 是的 或者吃点药 又或者人家教你手会养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是吧 好好好 如果肝好的时候 人的面色干血好 面色都会好些 但是走完肝之后 跟着就走 我知道 由3点至5点 跟着这时候 就会走肺经 是 5点至7点 大肠经 我知道中医来说肺和大肠也有关系 肺和大肠也有关系 肺和大肠也有关系 是 但本身身体的内脏 脏和苦是不同的 是 是 肺是属于 是 刀 对 肺是属于 这样的腸 是 本身作为 裹着一些东西 不属于刀 刀 刀是 深肝脾肺神 就是属于刀 通常有 流动 有装置的东西 其實是屬於苦慮 所以本身亦亦互為表裂互為因果的相乎相义 因為我知道3.5至5時走廢經時 很多人的鼻敏感較容易發作 對 很多人早上起床都會喘 鼻敏感較嚴重 也是因為肺氣不足影響身體的免疫系統 所以在這個階段如果本身調理得不好 在肛經時調理得不好 也會影響肺經的後面休息 一連串便會打瓦落 因為我知道有時病人來看病 他們說早上特別多鼻敏感 我有時舉例說你在睡覺時 你蓋著一張被子 肺就是煮皮毛 蓋著一張被子的時候毛孔開一點點 讓你的氣息休息 但早上起床一吞了一張被子的時候 凍風就吹下去毛孔 你收不及便會吹一吹進洞窟 流小鼻涕 鼻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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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原因 自己的保暖做得不好 或是一旦旦起床便離開一張被子 是吧 衣服都不穿 衣服都不穿 應該不是很多人的赤裸 都有穿的 我穿得不夠而已 是 是這樣的情況 先講講虎是以通常為主 我知道肺行完之後 5點至7點便行大長經 那段時間好像最好是去排便 是 但這個沒有那麼早起床 是 東市人這個時候還在熟睡 是 是 是 因為我知道古時的人早起床 是 是 是 他們很早起床的時候 真的去排毒先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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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理想是這樣的 最理想是這樣的 但現在現代人很少在這個室內 很少在這個室內 教得那麼準是吧 是 沒錯 是 是 是 通常不去到7、8點都很少大起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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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是好的室內 其實當時我知道 有時有些些纖維高的東西 麥皮等等 令你吃了下去之後 潤腸通便 反而排毒是好一點的 沒錯 沒錯 所以其實以前大陸 不要說古人 中國大陸內地也好 大部份的人都是5、6點起床 是嗎 因為他們那時候 無論是學校 或者是叫做 單位那時候 也有廣播體操 是 是 是 一早起床 一起在門口 一起在門口 在操場那裡 大家一起操練 晨早溜溜 操練之前 他一操練完就上班 或者是上學 直接上去 他操練之前 通常已經是 起床整理完 才回到工作單位 或者是回到學校 所以他們很早起床 通常真的5、6點起床 就是清理自己 或者排便 喝水拆 都是在那段時間進行的 所以其實 以前的那個年代 不要說是古代 終於才提醒我們很多年代 他經驗夠的 是 早年的時候 在中國大陸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以前我們去練功 真的去到深山 或者去到很偏遠的一些農村 其實看到他們的學校 單位的幹部 很早就在那裡操操 就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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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時候很健康 很少病 他們那時候 就是 多數的人都比較健康 而且沒有說癡肥 每個人都會瘦慢 對 手腳很靈活 當然癡肥 在7點至9點 又行胃經 9點至11點 就行脾經 我們常說脾胃脾胃脾胃 其實我們在這裡 7點至9點 可以開始吃早餐 是 可以 但是 有些人 還在睡夢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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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吃那些所謂的brunch 對 下午當然是早餐 對 未必那麼好 也不是那麼好 有些人真的去到11點才吃早餐 對 對 但就不是那麼健康 一般在8、9點的時候 就要進食 對 所以這段期間 7點至11點 行脾胃經 吃東西 吃得好些 還有我們也有時聽到 吃早餐要吃多些 接著下午那餐就少些 最少其實是晚上那餐 對 因為剛剛 經絡巡行 脾胃經的時候 你吃得多些的時候 吸收得好些 對 而且就沒有那麼容易積聚 脂肪的蛋糊醇 對 就算你吃了一些 多餘的脂肪蛋糊醇 也很快排出去 不要緊的 吃了之後 可以 我們知道周醫師 對 有那種藥 叫清脂通 知道嗎 對 遲些會介紹給你們 知道嗎 沒錯 然後11點之後 11點至1點 就剛剛行心經 我們就知道 對 和1點至3點 就行小腸經 終於來說 心和小腸有關係 對 也有關係 剛才都說 其實所有內臟都相負相依 互為表類的關係 那個 心肝脾腎 其實都影響著我們不同的 就是狀氣會影響苦的關係 嗯 就是狀和苦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必須是一個雙腹 連結在一起的關係 對 一個又會互相影響另外一個 一個一定會互相影響 對 就算本身的無論是肺 心 腎 很多時候自己都會互相影響 對 對 比如說 中醫有說的金木水火土 有雙身雙黑的原理 對 能夠雙身也能夠雙黑 對 當然這個雙身雙黑原理都比較複雜 一般市民未必聽得明白 也未必懂這個 我知道市面上有些卡通版 有卡通版 對 國內有些舒直 有些卡通版 小腸在中醫來講 就是吸收 是 如果你真的 那時候 吃東西當然是最好 吃過量又不可以 這也是合乎養生之道 但是 然後 三點到五點 接著要行龐光經 五點到七點 就行腎經 因為腎和龐光又是有關係 三點到五點 我們通常建議 有些觀眾朋友 多喝點水去排泄 五點到七點就行腎經 我知道 有些病人來到的時候 他特別都會講 五點到七點的時候 特別的人累得很厲害 因為腎是煮全身的氣 那段時間 撐不住 真的挺麻煩 腎屬水 水能夠滋養全身 無論是深光脾肺腎 他都可能會滋養 如果沒有腎水的滋養 就好像身體沒有了灌溉 內臓沒有了灌溉 自然沒有了運動 運作 可能會降伏 或者是出現了其他的運作失常 是的 既要告訴觀眾 我們中醫的所謂的肝心皮肺腎 跟西醫不同 因為之前周醫師都講過 不要跟西醫的直接比較 直接比較真的不同 問其他都說 什麼叫皮呢 西醫說皮就沒有用 但我們中醫的非常有用 是一個狀況來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然後到7點至9點 就行心包經 9至11就行三招經 我想對大部份的觀眾來說 心包也不知道是什麼 周醫師說什麼叫心包 心包其實是 它本身是一個名稱 但不是一個器官 它是包圍著心臟附近的神經系統 或者是一些 血管等等這些系統 我們叫經絡等等 是一個網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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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影響著全身血氣的疏部 是一個中央的發射站 是一個中央的發射站 但是它不是一個器官,它是一個網絡,我們可以這樣說是一個網絡 幫助我們的心臟,即西醫所說的心臟進行一個功能 沒有了心包的協助,心臟都不能夠起到它的作用 我知道這段時間,心包最好都是吃晚餐的時間,7點至9點 這段時間,其實最好是晚餐少量,吃完後去散步更好 因為這段時間,我經常跟病人說,吃完後去逛逛個鐘 其實這方面有一個好處,令到空中的繁悶,消化系統都會好很多 這方面,9點至11點,這段時間就開始晚餐少 我就知道走一個所謂的三招經 三招也是對普通觀眾來說,三招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三招是一個裝著我們五臟的心肝脾肺上的一個空腔 我們分為上招、中招和下招 是的,他好像又是一個通道 一個通道,即是好像一個盤子裝著 裝著那些五臟的褲子 對,裝著那些五臟的褲子 還有給它一個連繫 是,為了三招,其實是一個空腔的意思 空腔的意思 不過我知道這三招有些禁忌 就是那些女生早上夜晚就不要喝那麼多水 其實這段時間,如果真的有人睡前11點喝水 第二招真的容易水腫一點 三招的空腔 水果令到一個人真的腫 是的,會浮腫一點,因為他積太多水 一時間你睡覺本身運動會慢一點 變成你積聚在那邊,他的眼袋又大一點 臉又浮腫一點 黑眼圈也更厲害 所以我們也不可以這個時候喝酒 這真是,我們跟我們 如果日常生活裏面真的說 為甚麼晚上真的喝水會水腫 原來真的有一個原理在這裏 是的,沒錯 這是十二經的巡行經歷 剛才周醫師說 有些氣功的方法 我們要了解多些十二經絡的巡行 剛才十二經絡,每個時間處理不同的事情 沒錯 那有沒有一招半式,或者兩三招 告訴我們可以打通這十二經絡 保養身體力 其實氣功沒有一式可以打通全部經絡 我們通常都是說 最長時間之內的事,希望在最短時間之內 也縮定把所有的東西都打通了 但是世事也沒有這麼美妙 通常是要鍛鍊一點時間 也是鍛鍊一點時間的 当然起工有些招式是针对十二件额的养生和保健方面 主要我们刚才分享过是分为六个环节 以春夏秋冬、木行先、初夏、盛夏、长夏 即是根据春夏秋冬来走的 其实都是跟内藏有关的 春夏秋冬也是跟江木走回来 一样运行的意思 跟十二经也是这样走的 可能是胆经、干经一路走的 似着一样的 一样似着一样的 金周医师不如示范 示范 我们一起 因为我知道气功封在里面有些人失败了很多 这次周医师可以谈论一些 可以谈论一些 不过这项色是留在这里教的 封在的时候没有谈论过 是的 我们有一个气功的招式 我们有些音节叫六节真音 我们之前好像也说过江音 是的 但是这次我们针对十二经浪 不同的节气和不同的经浪运行 我们用不同的音节来影响 震动我们的内藏机能 亦是帮助我们不同的内藏 不同的节气的时候 得到一个调节和养生保健 做法其实很简单 我之前也教过的 做法是好像坐在那边 不是坐在那边 不是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 我很辛苦 神气不够了 要多练一点 是的 多练一点 强清保神 是的 练练多一点 那需要不需要手放在那边 普通放在那边 或者放在那边都可以 是的 那做法就是 腰平坐在那边 不要坐在那边 不要坐在那边 做的时候 我们深呼吸 深呼吸的时候 当是先做肛经 肛经的时候 我们吸气 注意着肛 把感应在肛那边 在肛那边 吸完之后 吸的时候是闭目的 呼的时候是张目的 我们同时发疏音 疏音 你做一次 吸气 发疏音 疏音 这个又是分享 肛的容量才可以做到 这是他的意思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练一下 人会放松 我们练习 是要训练自己 是放松的 还有 放松的意思是 你全身是放松的 无论是肺 吸管 鼻 整个老神经 腸胃各方面是放松的 当你能够放松的话 肺活量就会增加很多 是的 自然就可以放得很长 是的 但是当你个人很凝重的时候 好啊 收紧了 收紧了 你的肺活量就很难大 是的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记得要全身放松 是的 精神 肉体都要一起放松 是的 自然就可以做到很长 是的 是的 我们 即是 如何考究你放不放松呢 也可以用呼吸的长短 了解你的身体能否放松 如果真的放得很松 一个呼吸 真的可以吹很久 可以做到两分钟三分钟都可以 不厉害 是的 但是如果你不放松的话 一会就没气了 通常五秒钟就完成 哈哈 这样就不做 好 周医师 除了血功 刚才说了 运动很多东西 不过那些观众 很多人都在想 咦 我们讲了一条经 一条外经 哈哈 那你可以再讲一条经 再听听 不是 再讲其他经 每一条经 我们有不同的阴折 以及 都是注意着相应的内藏 是的 譬如刚才说 刚注着肛 接着皮肚 皮肚是注意皮 皮就是在胃的阻左 即是傾左一点 我们吸气时注意皮 呼气时 抹大眼睛就发皮音 皮音就发 呼音 呼音 吸气时很长 呼气时就发 呼 这样 这是皮肚 然后到 圣下的 圣下是属于心音 是 属火的 是 我们针对心脏 吸气时注意心脏 是的 无论是心经或是心包经 包括在那个范围之内 注意到心脏位置 吸气之后 我们就发音 心音是属于嗑音 嗑音 所以发音的时候就是 呼 其实是每一条 刚才所说的 刚刚你要练习气功的时候 每一个状腑的时候 就是要留 把那个人的样子 聚住 好像在心里 聚住在心里 那是暴泪人 是的 而且发的音质不同 震荡的时候 是针对那个经历 去震荡的 不同的声音 是刺激不同的内藏的经历 所以古人已经研究过 什么声音 是震荡什么的声音 所以他们几千年前已经是用的 好像我们有时读中医的表里面 五音就是五音就是五音 那些字很难读 是的 很难读的 所以今天顺便加上这些读 对不对 我说到周密斯 你早前做了气功峰会之后 好像没有说十二经浪 调制这个养生 没有的 你什么时候再做一个 不如教一教我们 讲十二经浪的养生 也可以 我们专门讲一节 讲这个养生 因为我认为观众应该有点兴趣 不然只说那些不够 因为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些特别有点好处 是吗 好 是的 是的 除了还有少许的时间 其实汤水那些都是因人而定 是的 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汤水可以喝的 都可以 通常古代帝王家阳生 春天无论是很多朝不同的帝王 都是的 春天我们通常用三二米来煮汤 夏天他们通常用绿豆来煮汤 绿豆是限时已经清烈解毒 通常如果到秋天的时候就不同了 我们用莲子来煮汤 莲子是修炼的 冬天就用花生来煮汤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入汤的主要的药材是换了 嗯 这个虽然很简单 但是原来古代的皇帝 引经那样好 皇帝都是这样用的 是最出名的皇帝原来武七天 就是很遵行这种四时养生的原则 原来说得正确 所以他得到很大 用精力充沛 年纪很大的时候 好 今次的时间足够 否则再请周师讲长一点 今天的节目到了 下次我们又会讲第二个节目 多谢各位 谢谢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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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